欢迎回来 我们正在为您讲解的是 2021华为手机杯 中国威气甲鸡联赛 季后赛第一轮的第二回合 那么接下来这盘棋呢 给大家挑选的是 浙江题彩队的主将 蒋棋润七段 对阵上海剑桥学院队的主将 李维钦九段 这盘棋呢将 很大程度上 因为是第二回合的主将 所以这盘棋非常关键 第一回合是2比2战品 如果说今天主将一胜的话 那其他只要再赢一盘 就保际成功了 因为这个是下半区 是保际区 这个是蒋棋润 这个头发很有个性 李维钦 他们两个人都是00年出生的 同龄人 对很年轻 谈笑浙江题彩队的大将 黄铭语 谈笑虽然看起来很帅 但是其实年龄不算小的 在围甲赛场上 应该说 也是王兴浩 前不久刚刚战胜了 深圳市夺得了一个冠军 这是童孟城 今天童孟城没有作为主将出战 因为之前他下了好久的主将 张涛 这是张涛 今天对阵外援 这个是重庆队对 曲周浪科 对曲周浪科跟重庆T23队之间的对决 好像昨天就是他们俩下的 然后今天还是他们俩 可以连着下 对啊 有可能就是两天就是 排兵出阵就正好对手 因为两个人可能都是作为主将出战 如果说不是主将的话 那对上的可能性会小一些 至少 这个是丁世雄 李湘宇 孟太林对吴光亚 两位老将 没错 孟太林昨天是迎了程振勋 他是代表重庆T23队出战 吴光亚则是荣源凌晨杭州队的 这是重庆队的李宣豪 李宣豪最近成绩也挺出色 上升势头比较猛 这围角赛场上真是人才积极 应该说集合了中韩所有的高手 对韩国厉害的外援基本都出战了 没错没错 虽然今天没看到柯姐 但柯姐明天会上场 我告诉大家 今天我们接下来为大家讲的 这盘棋呢 就是蒋棋润之黑 对李维钦 大飞手脚 大飞 大小飞 挂脚 比较简明的定势啊 顶完一跳 是 黑熙拆了个四 拆在这儿了 我们总说力二拆三 比较灵活啊 拆四 反正打路就战斗嘛 没错 别不怕 可以比较积极 点三三 我今天是不是讲的每盘棋都有点三三 只是一盘棋点几个三三的问题 应该盘盘都有 基本上见到空脚就点了 嗯 还是爬的 然后搬了一个 嗯 好像这样 暂时拖鲜 嗯 然后去坚冲 坚冲也是现在非常流行的一种手段 没错 是的 AI非常推荐的一种心急的下法 嗯 而且现在面对坚冲一般来说都是要拖鲜 不能跟着硬 对 好像跟着硬就被便宜了 对被便宜了 是这意思 不管你是爬还是贴 对 你的胜率就降了 嗯 都是直接拖鲜的 嗯 没错 嗯 实际上白旗就靠在这儿了 在心位直接动手了 这个对大飞挂 也是常见的定式的一种啊 是的 很流行这个 黑其实选择了外板 嗯 对 还没有搬这个 那般我觉得配合不是挺好的吗 要我 我感觉 我很可能就 这样就算了 我觉得我很舒服 这黑的不满意吗 这个坚冲的位置好像刚刚好 这边我觉得也很好 刚好 这边我下一首 来一个 嗯 但是你那般他会不会选择断呢 那般还有断的 哦 那般是不断的 哈哈哈 他会就下了一个断被人抢出去 觉得这麻烦了 应该都只有外断 嗯 像这样我觉得黑的配合应该也没什么不满吧 大概就这样 嗯 就这样吧 好像感觉黑旗的配合还不错 还可以吧 一会儿就 我 要说我就满意了 哈哈 但外断 就另外一种格局了 对 外断 一般来说外断是比较偏实地的下反 嗯 外断的话白旗一定要扳三三啊 白旗这旗以前也有长的下反的长背可以尝进去 感觉这个白旗有点没意思 嗯 如果长 长出来的话 这两个字 接下来 旗行不是太好 所以定式都是反断的 是的 其实这个大家也好理解 就是你内断我外断 你外断我内断 啊 就是别搞毁了 对 是的 然后他打这个 我都感觉这个定式好像有年头了 觉得已经挺久的了 对 这个AI刚出来的时候 基本上就 因为AI刚出来的时候 就告诉我们 那个无油脚不太好 所以就当时下大飞 AI改大飞的 然后就靠上去了 对 然后就靠就出来了 所以这个 什么时候开始拿AI研究 就什么时候就有这个定式 已经很久了 对 有点年头 是 然后打直 对 这是 基本定式了 嗯 配些长一个 嗯 长一个好像之前到了比较少见的一个下法 本来是打这个的吧 嗯 打这个多一点 打这个 它是觉得现在这个配合 洗一个是吧 嗯 对 这白痴针最有利 好像一般都觉得白痴满意啊 哎 你也没有合适的引针手段 然后待会就立它一下 再点它一下之类的 点到了没用 啊 点是收不回去了 哦 点我家 就就就就班瞻线手 你就看这班瞻线手 就行 是这个意思 全收回去 黑的木 反正是这样 就是黑的大概拐这个吧 还挺大的 大概就这个局部基本定性这样 嗯 这以后这个脚黑的木倒是挺饱满的 你点这个时候 我不是挡这个 我是夹的 对 我挡这个被你搬 我木全没了 我直接夹 像你搬我是可以打的 哦 我是这个木是我的 哦 其实就白痴就看成班瞻线手 对 是这个意思 对 这是一个基本定式吧 我只能说他们的思路 我理解不了 但是就是他身长一个 也也比较少 我好像也见过打吃的 打吃这个 然后跑出来 对 然后管 断的吧 这然后怎么下呀 我不会 吃掉吗 打了爬吧 打了爬这个 打哪个 打吃太多 好像是也有这个图啊 哦 是这样的 嗯 继续闯了 嗯 那我觉得可以起还不错 都把这个吃了 对 大概也是这样 然后黑的再补一手 嗯 嗯 补将打盖 打盖 这样吧 就 也有 也是个变化 也算个转换 嗯 它实战是长了一个 嗯 实战没有选这些变化 都有 黑的实战是选择 都是长的下法 因为它也仗着 针子有力嘛 是的 嗯 把它针不掉 黑漆 白漆介绍 嗯 这个前期是不能被针掉 然后被针掉 那就没法看了 力没等 哦 力的时候先管 应该也差不多 嗯 然后把这个外面一番乱战 然后再挡回去 嗯 对对 走了两下 其实好像挺必然的吧 这些 对 这些好像也没什么好想 觉得 拐 它单贴了 先贴了 哦 再贴一下 然后再 再贴一下 好像直接拐 被黑漆拐过去 没错 你这样的话就 贴不着了 对 头有点软 是的 黑漆拐 嗯 拿起打尸 接上 然后飞一个 嗯 嗯 嗯 一起跳 哦 也差不多 可能 感觉上 嗯 感觉这串 下到这儿 应该也 挺有必然性的 嗯 嗯 反正就拆一个吧 白漆大飞 嗯 是这样 下在这儿 嗯 就目前看起来还 我估计两个人都有 就之前肯定都知道 有这样的变化 嗯 黑的长 之后可能也就这样 嗯 嗯 黑漆长白漆接上 对于说是 然后拐大了 立一个 对 就局部来 因为立的时候 它是先拐 但是先挡也一样 白漆贴 黑的也是拐 嗯 然后 也像这样 拐一个 哦 但实际上黑的先扳到了 对对 它先拐了 那白的如果不立 一会我就先贴呢 可能另外还有一种 是吧 就是这样的时候 嗯 实际上这个次序是当中有一点奇怪的地方是黑的打吃的时候 白漆立黑的贴出来了 啊 黑漆不能先拐 黑漆管 身子不立 是黑 蒸不掉是吧 对 黑的蒸不掉 黑的不能先拐 对是是蒸不掉 没错 黑的不能先拐 那白的如果是先贴行不行 先贴这个 先贴我可能弃了是吧 对啊对啊 不要了 对啊 不是那那你不要我 立我就我就挡不行吗 我也不懂啊 他为什么不挡 他立着一下又怎么了 他觉得这可以他先拐可以扳倒一下 立着一下没怎么 立着一下 立着一下我怎么觉得这亏都没结财呢 立着一下有什么必然性 就现在贴的话就弃了是吧 尝一尝多 尝那个 算简单的走走吧 嗯 搞不清 反正黑的配合还行 局部是不是稍微有点亏 配合还不错 黑的 搞不清 黑的实际上可能也要求战吧 不可能 这比较 他就要拐出来 这样 然后他再挡这个 对然后再拌一下 这后面应该就 挺必然贴一个好奇 拐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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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肥 还是压这个 嗯 压是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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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老以为是顶住的 但会拐一下 被拐一下 还硬不硬 拐一下 假如说你立下去的话 其实你这个旗行 味道很差 对不怎么样 说真的 里边味道还很差 是没错 所以大家记住这个 被压一下就退就行了 嗯 你不需要非得顶住他 你非得顶住他干嘛 呀 对 你退一看 黑的还要往下拐呢 嗯 他拐下来呢 你该干嘛干嘛 你想干嘛就干嘛 你想小飞就小飞 真到先手了 对出头很重要 跳出来 一番还有点薄 是的 嗯 这个跳是要点 一子多用分段黑棋 自己出头补后 这个跳很关键 极锁 很重要 其实这么看起来 我倒是站白棋这一边 我觉得白棋还不错似的 因为我感觉黑棋的木 其实也不多 就这么一点吗 嗯 这边外面如果没啥正常下的话 我感觉黑的时空 不是特别好 嗯 我也觉得白棋比较生动 嗯 就感觉白棋还不错 但是地上显示的胜率是差不多的 嗯 差不多 就看中间的工坊 尤其其实还是比较乱的 这个棋 双方 应该是比较复杂 战斗的一盘棋 嗯 点完压 尝一个 黑棋是 他点 点这个 嗯 点这个好 好吗 比较积极啊 比较积极啊 嗯 是 我不觉得这两个 就算走着了 又能如何呢 走着了呢 好像 哦 他觉得舒服啊 他觉得很愉快 走着了再过来 再过来 可能白的就出头不是很顺畅 有点重 哦 他可能想把白的走重了 到底是第二下 我觉得走不着了 这个 走外面 断 就担心 还挡 拐歪的 嗯 就不会给你走到 嗯 这个棋 断当然看上去很诱人了 但是断完之后 这块空 你还牵一手棋 如果将来被人 你如果黑的不走 这有一个搬 对 被白棋搬下来收获很有限 光吃那个子 这能吃鸡木齐 嗯 行其方向有问题啊 就跑里边去了 现在走的越多 黑棋外边越苦 嗯 本来我觉得黑的 刚才方向过来 黑的外面是不是主动 嗯 现在好像黑的被动的一方 可惜现在 走了 两下之后再跳一个 不便宜 这边不走就有一搬 嗯 搬你好像不能倔了 你拐被我连拌 这不行 这就得打回去 那这个收获 真不大呀 我就外面走了 怎么这么跳 就是 如果像这种棋 还被人家靠一下 都难受一下 嗯 就是可能本手只能拐 但是这个棋 我感觉走这 行其方向有点问题 吃的价值不大 我觉得黑棋不如 刚才不点这个 直接过来 嗯 方向上我觉得 这样的话白棋薄多了 对 嗯 可能方向上选择有点问题 对 然后现在呢 白棋现在跳到这儿之后 你刚才如果直接过来的话 那个厚薄就完全不同 嗯 现在下成这样 这两块棋 这个处理就是个问题了 上面三个也得去 对 得照顾一下 嗯 白棋扳 这很积极啊 靠完连班 刀也不担心 也不担心是吧 嗯 如果这样 我就跳 也是种调子 反正就乱战吧 嗯 他觉得这底下是不是有一些味道 他不是很担心这边的作战 嗯 打出来好像有个不占便宜 嗯 打出来不一定好 因为封不住 所以棋 也就供不到了 立一个算了 立一个退了一个 嗯 棋型 拐 也很麻 这棋型 长 把棋脚上 是不是以后会被 大问题倒没有吧 嗯 点一下的话 就粘上吧 就粘上是吧 也没什么 你立下去我就小尖 对 可能你立这个 可能有先手味道 对对 点完小尖 什么的 可能有有点酥瓜 嗯 然后白棋扳 嗯 但这个感觉上白棋 白棋这个方向挺舒服的 嗯 白棋扳方向不错 没错 本来是觉得他争不到这一条线 不 这条线主要 这条线走完 我觉得黑棋一定要防这个 啊 这个打斗爱 如果这地方发生 这一代发生战斗的话 白棋太有力了 这整个都是白棋的 是的 大麻袋都罩住了 白棋走这一排是很有用的 这个 方向比较正 嗯 入府真正面嘛 我就觉得这期白棋应该是走在正面上 总体感觉来说白棋还是挺好的 嗯 觉得 插 压一个 这有挖的吗 它压的话可能就 是不是有点薄啊 这如果挖一个能成立那 黑棋 被吃通了呢 那孩子怎么弄啊 这个 其实我倒觉得吃通 哦 他没打算有什么招 他还是能沾的是吧 他是能沾的 然后他跳了一个 白棋是把自己加强了 他挖沾 这个我们刚才是说 这地方还有一些借用 这有点薄啊 这如果不走的话 他单立一个就是 单立一个或者一起跳之类的 嗯 白棋 白棋 白棋应该难以兼顾吧 那那个能不能积极点 就跟他先走了 是吧 这样有没有可能 我感觉有可能 也没想那么多 如果这个的话 你会让我吃了吗 啊 你现在挖 对啊 我倒是有想给你吃的想法 我就打完一粘 那我断呢 要脱先手回去了 先手回去 那不行 那我就 那这三个子怎么怎么交代 不能挖呀 不能挖呀 不能挖是吧 那我就怎么办呢 黑的是不是可以考虑先先搞一搞 那就这个 那也只能 那好像期间也只能挖 挖完回头是岸 对对这样 我是想先挖这个 啊 先挖这个 我先挖这个 万一你挖我打上面呢 你挖那个boss 不行吧 你不能这样挖 嗯 哦 你可以夹这个 我打这个时候你挖这个 你是说这个 那我先挖这个 那我打呢 我打上面 打这个是吧 我接上了 这样怎么弄行啊 不知道那这下挖好损啊 挖完下面 然后呢 然后你要 啊 死了 我看着 我觉得你不像能活的样子 啊 你接上是什么 断了打这个打这个 就是 又是晕菜的状态 这新能点完往这夹死的 我我本来是想夹这个 然后不是你反夹一个 我好像不太行 看着 点完夹死我 确实没想过 我这 我因为我夹这个不行嘛 所以我就就先点掉它了 哦 嗯 也有可能吧 不知道能不能行 没看清楚 其实 没有没看清楚 没有看清楚 我也不知道 没看清 因为这个这好歹出不断了 我在那边杀一下 试一下 哦 所以它贴 如果再跟着走 跟着有关系 啊 对 如果贴着一下 那肯定是不行了 那肯定下不死了 计算这么深远吧 所以黑的贴的时候 白的不能硬了 我们只能这样揣测 跟着挖断 中间有关系 是吧 哦 所以这样就不行了 哦 这样现在不行了 白不回去 白不回去 不回去 黑的那 头出来了 嗯 挺出来是吧 长出来 挺头觉得很有力 但是问题是那边被打断了呀 那个打断 怎么防啊 不能防一下吗 他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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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战 因为他这个头出来 确实也没刚才看上去 那么心惊胆战 是的 但是 也是个 对 确实还想尝 这不能落后手 扳过来 确实太大 嗯 能尝到这儿 我感觉黑的这地方 还是挺舒服的呀 嗯 主要是这个打断 断打 长出来 要好扒一个 打吃 长 打完长吗 这打完不要了 哦 哦 我没想过 我以为总是长的 我也以为是 你经常定是长完 搬完跳一个 嗯 但现在可能黑的觉得是作战 不利是吗 哎 这这样下巴 也 也看不清啊 这怎么 白的怎么攻过来 我看你这儿 我觉得好危险 我觉得很容易被人就下去 是有点危险 看上去是黑气更薄的一方 是的 那不要了 太大了吧 不要了 不要了能好吗 确实 只能说大气 哈哈哈哈 那如果不要的话 他当初这个挺头 是不是考虑一下 要不你就是怎么防一下 包扎一下 包扎一下 其实这包扎 这个配合下亏吗 我就慢慢打掉 我还长吗 要不就走死 哪怕我现在就长 这搬长 也不见得大你搬长 是不是要注意点啊 你小心中间是吧 嗯 包扎掉 不太肯 嗯 这有不太肯的理由 是的 嗯 但是实际上这个打断 这个两子不要了 我还是有点意外 我再打扎 然后尝一个 他觉得这样能行吗 这一期 不要了 不要了 主要干嘛呢 不要了 去哪玩呢 哈哈哈 去哪玩是吧 小尖一下 小尖是你摆得都硬 嗯 不要了挑这个 这个 如果不会死的话 挑这个 就当我一块空是吧 嗯 黑的是判断清楚 觉得自己效率比较高 挑这个很大吗 刺了一下 然后 挑这个为什么很大 如果不走的话 白旗是什么 就小尖 也没别的呀 还能怎么样啊 小尖往往这一跳 嗯 就 他觉得难受 别人冲完冲完再爬 觉得难受 就挑一个逆收尾花空 他这个有结吗 其实 虽然我的招肤可能比较俗 这个 白的是不是气不够啊 啊 结上了 四口气 四口气 四口气好像够了吧 够了是吧 嗯 那你得先提着一下才行 提不到嘛 哈哈 总能提到吧 好吧 这肯定能提到 嗯 嗯 嗯 局部应该没什么气 那如果这招不行的话 那根本就没气 他就是觉得大 他就是觉得被人家煎一下不舒服 他就是觉得 现在如果也不准备跑 已经死了呢 你收嘛 嗯 你说 你说一块空 反正大是挺大的 但是这地方不大吗 如果你说拆一个不大吗 这地方毕竟跟厚薄都有关系啊 我是觉得拆一个白的会马上去走那边吗 白的如果这地方中间跟着硬一个黑的再跳 会不会好一点 恨不得跳到这儿去 对 这就是唯一个嘛 不大吗 这个看上去不比这个大 那如果说没有生死问题 那肯定是那个大 毫无疑问 生死问题好像明显没有啊 嗯 那是不是下的有点缓 黑的是有点缓吧 这两手棋下的 是不是跳一 长一个跳这个 这两手棋有点 我不太明白它是什么意思 有点缓手嫌疑略缓 是的 下的好像有点缓 八七夹了下去了 八七二下的挺紧的 我觉得 接上 这手棋太大了吧 看不小 反正是 我觉得它也是 好大 黑的也得活也得连 虎这个 这不连回去吗 这棋 觉得连的不舒服 连哪个都不太 就只能连着这 还能连哪 连这个被人靠一下 怎么办呢 主要是我觉得挺舒服的 那还要怎么样呢 你还想怎样 这还不舒服吗 活了不就行了 对白棋有想法 嗯 不想让白棋 他就觉得走这个白棋拐住了 他不想让白棋走太后 嗯 觉得被白棋拐住 那 这又抢了两手 然后这活了 你还不肯让白棋拐住 拐住我就走呗 这棋 我觉得黑棋这不棋 应该是明显的问题 他肯定是走这边 如果这样不好的话 那 那肯定是前面的问题 问题出在前面 肯定不是现在哄这个呀 对 虎这个被人家虎 虎在这儿 那你渡不过了呀 体下 他就不想渡过 他就是觉得要出头 像白棋跟白棋站 好吧 我怎么觉得黑棋下的这么 呃 总体感觉来说 思路可能不是很连贯 嗯 调子好像有点 因为一上来 我感觉这属于缓手 有点就偏慢收空的节奏 然后这边突然又想战斗 我就不太明白他究竟想干什么 你想收空你就渡过嘛 你这意欲何为 又要站起来了 这也太凶了吧 对不起 往这飞一个 往这飞是不是有点太凶了 然后觉得 我 我以为白棋是不是要走一个 然后发现人家根本就看不见 把你先抓掉 这个后中仙嘛 这个很厚确实 就是 就是 消化了你各种先手 嗯 走厚了走厚了的话 这个气黑的怎么跟白棋战斗啊 这不明显白棋战斗 主动白的更厚吗 黑的凭什么跟白棋打架啊 没有这个资格吧 他是这样的 就是说 如果说小肩 我就硬啊 我就 就先 嗯 你这样长一会 会不来不及走了 哦 先长 那要不先拐了吧 省得待会拐不着了 行 嗯 贴一个 那 这 这站得动吗 这不是我 我就靠靠齐齐 我怎么觉得黑棋 这根本就杀不赢啊 这长野人家沾上 你还敢冲断他 不不不 人家吃不吃你就很不错了 不不 冲断不可能 没想过 真的不可能 那根本就站不动 这棋 只能自己想办法做活去 嗯 那干嘛呢 这部飞很莫名其妙吗 你现在我们回头一看 白棋提黑的 应该这棋只能自己做活去 这还能拿白棋怎么样 那你这个飞不是指老虎吗 这个蒋齐润好像对于这个棋的判断 他他觉得他他自己都有活的 我的感觉 嗯 他这块棋明显是他比人家薄 但是 我感觉这棋中间有时候 都长跳 就感觉调子确实有点乱 有点犹豫吧 是不是这棋压力也挺大的 其实这个对蒋齐润来说 应该是一年当中最重要的一盘棋 对 这盘棋非常的关键 应该是 对他 现在因为这棋手比赛为假 是最大的 主要的散事嘛 嗯 这是现在是季后赛 逐江战 对 第二回合 这个是最关键的一盘棋 没错 有压力在身 调子 稍微有点乱 因为看起来觉得这个思维不太连贯 就感觉没有李维钦下的清楚 李维钦非常清晰 嗯 毕竟昨天蒋齐润也输了嘛 李维钦昨天赢了 赢了一盘压力 其实就会卸下很多 对 下两轮一生一父也过得去 哈哈 二连败对吧 二连败因为就牵扯到 他们这是保级组啊 嗯 越输压力越大 就输了之后 他就往下走 对 继续为了保级二奋战 要 这奇迹黑气靠了一个 他显然是想在这边动手 但是这个动手的结果 能行吗 深表怀疑 断一个 也就自己想办法做活动 自己打 他不是怎么包打的呀 这奇啊 有点丧 对啊 我说是感觉好像 这奇能击打呀 怎么敢的呀 他如果说包打这个 他是不是也是提掉的呀 不是 不过你提不提木雕 就这样 那他肯定觉得人家战吧 不是还是不 这什么意思 奇打我提 他肯定觉得 他肯定不想让别人战 他不想让人家活是吗 很明显 他不想让人家活 那也得补活呀 不补活怎么行 就街上 这里有个断案缺事 不是我为什么要补活呢 白的这些不断黑气吗 你现在要断它是吧 我感觉 白的为什么要去做活 是吗 你看呢 你那先提了再说 那黑气肯定要这么站吧 这不能 这还能退啊 这地方 这样站多少还看不清 好歹肯定要站一下吧 这不能再退了 这都再退肯定不行了 不不不不 极大我说 不不不 没法理解这极大 极大能成立啊 极大 这极大我觉得 这白起 眼睛一闭先吵出去再说 但我看AI给的出极大白起提 也是提掉的 啊 这这长 这 也可以长啊 AI觉得提掉了就很简明了 他他觉得是这样 他这个给的图是这样子的 哎就活了就赢了 他说我就活了就行了 挡一下 这个本身也有木 然后就沾 那刚才那个图你打这边的话 差不多 有可能我也是提的也就是这样了 对 活了白起就赢了呢 还说啥 对啊 就说这两个子被吃了还是太大了吗 这边肯定是缓了这两手 嗯 肯定下的不太对 刚才是不是黑起还是应该照你的下巴 应该先跳下去 他不知道 你不是给我 我刚才那个图也没看清 没看清 没看清 对 是不是能行 不知道 嗯 可以的还是缺一下偏缓 前面偏缓 这时候发力 嗯 这个虽然AI给出的图是提回去 但我这一波我还是要支持一下利维奇 我这很想 不太想尝出去了 我就是不 我不尝出去了 我今天这个 呃今天晚上这个睡觉可能不太舒服 我感觉 这个太爽了 尝出去 怎么也得先尝出去 嗯 冲吃 推吧 哦 街上不行吧 我以为它是街上要跟它蘸一下 是这样蘸 是这样蘸 那压力就更小了 嗯 是不是先拐一拐很舒服 还是拐在这儿的 拐这个 一样 拐这个 这个看清了吗 这个 我这些感觉就是白旗压力比黑旗小 对啊 打结黑的应该也不行 打结倒不知道 黑的结好像挺多的 这什么呢 这就凭硬计算呗 嗯 就是计算 我不觉得黑旗能把它杀掉啊 就能吃得掉 第一感是白的不怕 蒋其润好像对于他的计算很有自信 因为他有一种好像 我看他还自己发布死活题 哦 自创 自己发布 自创死活 自创死活 自创 不能被挡 那什么意思啊 挖这个 嗯 有什么用呢 挖完一退 提了再混 那就 就暑气就完了嘛 这就是暑气嘛 嗯 谁死就谁死了 哈哈哈哈 这倒是很简单 谁死了呢 这下是否搬不到啊 这样搬不到啊 嗯 这下如果搬的话 它是涂这个 我涂了一粘 你如果打吃 我就吃你大头鬼 啊 粘上打完力 是这个 这个变化 这个图 大头鬼 搬不到几下 哎不对啊 搬不到已经死了呀 可以搬不到 搬不到 搬不到 那那我只有收气 那除了收气 我还能干嘛 收气 我就 都不随便收摸 就你我打你跟我打结 那我有没有禁杀你的图 挑点 我觉得这这感觉 挑点 你沾上 这是什么意思 啊 挑点沾上 然后 爬一个是这样 不是我直接收气 就行了 那我收气 你沾上去 哎 我就收气就行了 你沾上 我就收气就行了 哎 不行了 我就收气就收死了 那我现在搬呢 你打头鬼吗 你沾回去是吧 哎不对 你现在都死了 哎 或者晕了 已经已经处于晕的状态 嗯 都一样 那肯定是不行了 都死了 嗯 现在这黑的已经死了 嗯 等你收气的时候 我打结都没有 等你收气的时候我可以点 嗯 这时候可以点上 打结也是 打结双火 点一个就进去死 这黑的已经死了 结束了 局部已经死了 搬不到这下 嗯 搬是个大头鬼 不搬的话 气不够 我本来以为这期就是 胜率直接就百分之百了 结果不是 嗯 那觉得很神奇 为什么呢 就这个时候不是 对这个时候 上面没有到百分之百 因为气盘还大 哈哈哈哈 因为黑旗还有地方可以搅 搅什么 现在就下成这样 然后搬了挡住 黑旗下了什么 都秒了 可以直接冲了一下 点一个 这个就给你占点便宜也行啊 你总不能把我怎么样吧 你你能把我怎么样呢 你占点小便宜 我都怀疑 我觉得有没有看错 这个时候 就他 这个推荐的图 我们肯定下不出来 我就告诉大家 他他就推荐冲了打了 然后把这个沾上 我决于是这样 他这个图就 他不是说这个就一定比硬好 他是这样 我吃完 结束了 够了 他这个角让给你 他胜率反而这个高呀 他是这样的 我都不要了 他为什么团住呢 他觉得这个地方还有棋 我决于是觉得不管你死不死的 我补一个 我劝降了 我们看看他实战吧 这反正我们人是下不出来的 搬一个 加一个 这是 黑砍 试试看 黑砍 占点便宜吧 真的 没什么用 嗯 已经进入到 癫狂状态 白的病 大吃了 损进去 一点其实没有损了 不太明白 他为什么是 有个图他是这样子的 尝这个 尝这个 我今天你想干什么呀 这还能吃得掉吗 不是他不够了吗 那 今天AI的图就是 嗯 吃吃看了 哦 他没说吃得掉 这是最后呢 那我肯定是小肩膀 如果肩膀 你能把我怎样 最后的努力 不懂 最后努力一下 最后努力一下 好吧 他是这样 实战是靠的 也是一种努力嘛 病在这儿 嗯 继续努力一下 这个李维钦的计算 我想 绝对不会出问题的 要相信他 他是说在哪呢 他是铺了一个 沾上 刚刚我们就说铺了沾上 嗯 你跟我们摆的一样 这都不立了 其实可以立 然后立也没有 他一样活 嗯 随便 你锁我 先手活脚 好 先手活脚 是吧 这个就是坚持一下的 这个是目前胜率 是快接近百分百了 已经 只是坚持一下而已 这先手活脚 先手活脚 那已经吃出飞了 他本来是要把人家吃了 他才可以跟人家抗衡一下 好 可以去立了一个 嗯 调子确实有点怪 嗯 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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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跳进来 可以去冲了一下 可以去冲了一下 压住 挡住 然后把其压 拐冲 团住 嗯 因为他团体赛嘛 对 他这个作为主将不能先站起来 站起来给队友没有信心 对 别太早结束 是的是的 尽量能扛一会儿就扛一会儿 人家冲的时候 他终于受不了了 扛不住了 哈哈哈 因为他可能当时 你看队友们也过来看过棋了 也别扛 也别扛 也别扛了 这被吃了肯定是不行了 嗯 这么今晚上吓得还是有点脆 嗯 没错 呃 总体来说 感觉这实力上还是要稍弱一些 有压力这期 我就觉得这年轻棋手 两人也同一年 嗯 没错是的 但是从成绩上来说 感觉因为李维钦经历的舞台好像大一点 嗯 人家好像之前在《新人王》的时候 什么这种成绩也不错 还代表中国下农心杯成绩也很好 对 没错 他是赢了袁胜真 当时 整体上来看李维钦确实 要好一点 嗯 没错 这盘棋反映出来李维钦的实力也非常的强 反正整盘棋 没有看到白棋有明显 不好的时候 黑棋其实也挺胶着的 中间 顺略都差不多挺胶着的 就是 他感觉黑棋的思路 有点 不太连贯 有点拧感觉不是很连贯 是的 一会想手一会想冲 对 就这个跳 常跳其实挺偏保守的定型嘛 是的 不管好坏 他从思路上其实偏防守 嗯 那你就联络活 然后就又杀出来 嗯 杀出来没杀过 所以不单单是 其不单单是计算吧 我觉得除了计算以外 这个思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这个环节如果没弄好的话 其实看起来下得有点拧 就 这边又长了 没那么流畅的感觉 感觉就不太对近 好像看着有点别扭 对 其实本来就挺乱战的一个格局 嗯 黑棋是主动放缓脚步 嗯 而且前面的步调 我是觉得方向是不是也有问题 嗯 他这个点 往这点次好像有点问题 方向上 不够大局 被一般吃这个字 这个字都在里边 感觉也不便宜 那这盘棋呢 就是 整体来说应该是李维钦 还是发挥的比较出色 嗯 嗯 然后这盘棋最后的结果就是 直白的李维钦 是中盘 胜了蒋棋润 那这样一来的话 上海剑桥学院 对这个保际的可能性 就大大增震 嗯 他有三台赢一盘 没错 那么 如果说浙江题材队 今天输掉的话 那么就继续 要跟下面的人继续 这个保际 没错 是这样 那明天呢 维甲将继续进行 季后赛的第二轮 也就是说 是往下一步 那边上半区 是往上一步 嗯 是真冠区 下半区将 就是往下 就绝出这个保际的名额 好 那今天我们的讲解呢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再见